台糖发展超商事业 也是命令便利商店呢 现在严重的亏损 遭到监察院的纠正了 经委前林慧君调查发现说 88年到91年 台糖命令迅速的展店到134家 当时的董事长呢 是钱秉财跟吴乃仁 不只是用糖厂来改建 而且还大量的外购土地 最后呢经不起亏损 吴乃仁决定要停止展店 把部分的店面呢 就出租给全家便利商店 但是呢租金是极不合理 像是台北黄金地段 每个月的租金至少有16万元 但是台糖竟然只收26000块钱 那么针对监察院的纠正案呢 台糖总经理表示说 当时候呢租给全家超商经营 是以同胞而不是个别店家来计算 过程都是合法招标而来的 价格很合理 那么如果监委有疑虑的话 他们会亲自再向监察院说明